大家好,歡迎來到FootballHero Channel 由於上次球員介紹的影片反應熱烈 我們決定再做多一期這個球員介紹系列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球員就是謝德謙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二年已經36歲的謝德謙 其實他18歲的時候已經開始跟著教練陳曉明 加援了一隊以年輕球員所組成的月祖聯賽球隊 叫做香港08,正式開始學習手籠 學了沒多久之後,香港足總宣布成立職業學徒計劃 就是被香港08球員分配到各支甲組球隊 當時謝德謙得到公民老闆,貝君旗上色入到公民踢 而謝德謙在公民的時候表現十分出色 三個月就由Bench升上去做正選 而謝德謙在那個賽季中 首循環的聯賽平均每場失球只有0.75球 是本土門帳入面失球最少一個 因此他成為了竹目的新星 去到0.405和0.506這兩屆的香港足球明星選舉 謝德謙連續兩屆是以黑馬的姿態 獲得最佳年輕球員獎項 他更加被指為香港首席守門員范進業的接班人 之後謝德謙升上甲組 而他在第一年甲組已經入了香港隊 他就是第一位入選港隊的學徒球員 去到0.708賽季開始 剛剛無奈 謝德謙只因爲傷勢的影響需要決陣 公民那時就把謝德謙放在後備 然後就起用了何果全組正選 但在後備期間他都沒有氣餒 還不斷加強訓練 在同一季公民成功殺到他捉總盃決賽 但剛巧正選門將何果全突然受傷 謝德謙在這麼危急的關頭臨危壽命 但他依然有穩定的演出 幫助公民擁奪甲組以來第一個錶 在2011年的時候 謝德謙在對著藍華的高級組銀牌決賽上 亦有好出色的表現 包括在下半場比賽撲出陳肇旗主射12碼 然後在互射12碼環節 撲出藍華隊長李凱強主射第一球 協助公民首次贏得高級組銀牌冠軍 去到2015年謝德謙加盟香港超級聯賽灌中藍區 雖然踢到今年2021年 仍然沒有幫藍區奪得任何冠軍 不過期間都交出了不錯的成績 包括在2017年的時候 謝德謙在聯賽不失球時間達到884分鐘 超越了已故的東方名宿希福特的紀錄 成為了在香港頂級聯賽最長時間不失球的門長 另外在1819年度的香港足球明星選舉中 謝德謙首次獲得最佳守門的獎項 而在同年12月 時隔多年終於再次入選香港隊 出戰2019東亞足球錦標賽決賽週 在輪換的情況下 在對著日本隊的比賽中取代葉宏輝做正選上場 原本想著有機會藉著這場比賽鹹魚翻身 但因為太緊張 令到表現欠佳大失五球 自此之後再沒有入選過香港隊 去到近年 謝德謙都因為年事已高 開始轉型做其他事情 例如做球會行政和市場推廣的工作 節目主持人 足球評述員 體育公司管理等工作 開始就更加少時間專注在足球工作上 去到1920和2021這兩個賽季 謝德謙和他的球會 灌中南區的表現更加霉放月下 今年還跌落了護級組 爭奪護級資格 可能就真的令到不少球迷有點失望 最後就說一下我們對葉德謙的感覺 給我們感覺都是外表貪美 詩詩文文 太有形象的守門員 可惜作為一個守門員 我們覺得就一定要有一個 震懾到人的霸氣才行 至於實力方面 我們就覺得謝德謙一直以來都是排第三 僅次於輝哥和王振鵬 在廣播方面 就一定講得好過 九合診很多 希望謝德謙 接下來會多踢好球 講多些好球 給球迷欣賞 多謝大家